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文正不仅长相俊朗不凡 还拥有很出色的唱功 七十年代 他正式出道当艺人 他推出的第一张专辑《莫言立马引起轰动》 让他顺利走红 之后 他陆陆续续唱火了很多歌曲 包括三月里的小雨 闪亮的日子 雨中极景等 跟很多歌手一样 刘文正也演过不少戏 但他不是玩一玩 他演戏非常认真 成功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出彩的角色 刘文正不管是唱歌还是演戏都成绩娇人 在整个八十年代可谓红极一时 眷粉无数的他 还吸引到不少女明星的青睐 比如张爱佳 甜妞都对他有意义 可惜 他都一一拒绝了 八十年代中 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他 突然转向幕后 他成立了飞鹰公司 当上唱片公司的老板以及制作人 公司经营得很不错 先后捧红了依能静 方文林等女孩 没想到 1991年 他再度做出惊人举动 他毅然结束了公司 从此绝迹于娱乐圈 隐居国外生活 屈指一数 刘文正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 也已经三十多年了 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 却都熟悉刘文正 他当年是和邓丽君 并驾齐驱的最红的男歌手 曾有女唱邓丽君 男唱刘文正的说法 刘文正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生于台北 他的家庭富裕 父亲办场兼营贸易生意 一个哥哥 两个姐姐都在美国工作 且有丰厚的薪水 刘文正自小就喜爱唱歌 1961年 他参加了歌唱比赛 1963年 参加儿童电视剧的演出 这也是他第一次上电视 1968年 在台北 徐慧高中 读高一的刘文正 与好友合足正舞合唱团 并且经常在校内 校外演出 1969年 十七岁的刘文正 参加台式歌唱比赛 得到第五名 签下一纸唱片约 1972年 刘文正在扶兵役期间 结识了音乐人刘家昌 不过他真正走红 却是等他退伍后 1975年 加入歌林唱片 音乐鬼才刘家昌 替他量身打造 发行了第一张专辑 诺言 在整个台湾引起轰动 当年十分流行 歌而优则演的模式 外貌英俊的刘文正 被马上安排进军电影界 主演了他生平第一部 爱情文艺片《门里门外》 不仅单纲男主角 还主唱电影主题曲 发行了同名专辑电影原生代 有趣的是 这部由白景瑞指导 与田妞、张爱佳、夏玲玲 等联合主演的青春爱情电影 票房极为惨淡 但刘文正演唱的主题曲 尽受欢迎 外形英俊出众与辨识度极高的歌声 让刘文正掳获众多歌迷的心 当年才二十三岁的他 就已经快速窜身为炙手可热 歌影双漆的年轻男明星 接下来的七年间 刘文正主演超过二十多部 同类型的文艺片 包括闪亮的日子 夏日、假期、玫瑰花、星期六的约会 处处文体鸟、太空式的爱情 云且留住、却上心头等 而且 因为俊俏的脸庞 他几乎都饰演潇洒男主角 曾与林凤娇、林青霞及张爱佳等多位台湾知名女星合作演出 刘文正于1983年底第三次荣获金钟奖最佳男歌星奖后 1984年结束了和保利金公司的签约 从此淡出歌坛 1986年12月成立了飞鹰公司 开始培育新人 从事幕后工作 乌启贤、仇海正、方文林、伊能静等歌手都出自他的名下 伊能静与仇海正、方文林三人组合成为飞鹰三叔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风靡一时 1991年8月 刘文正关闭了飞鹰公司 移居美国 彻底地退出了娱乐圈 刘文正在美国、东南亚共拥有上百间房产 身家超过上亿元美金 约近三十亿元台币 在纽约、赌城、洛杉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有落脚处 以远离华人区原则购置房产 过上悠闲生活 刘文正也是铁了新药和娱乐圈说再见 曾有演出商开出百厂二十六亿台币的价格 请他付出演唱 刘文正也不为所动 正因一直保持神秘 刘文正也成为台湾朔国仅存的永恒传奇 然而越是神秘 人们就越好奇 2009年8月 台湾媒体就曾爆出猛料称 当年红极一时的歌星刘文正在美国去世了 从隐退开始 刘文正不知道去世过多少回了 但那次连其情同手足的好友夏玉顺也颇感紧张 我们已经三个月没有联系 连他妈妈也一同失去联系 1986年由刘文正一手带出来的飞鹰三叔成员之一的 刘文正也吓得打电话到刘文正新加坡的公司查证 其实很多年来 不少人都在苦苦追寻刘文正的消息 包括罗大佑 他也曾公开表示 想念刘文正 希望他回个电话 看到媒体报道后 刘文正连忙拨电话给夏玉顺证时还活着 原来刘文正每三个月或半年换一次电话 因此误传死讯 随后夏玉顺澄清 刘文正身高180公分 体重约80公斤 平常游泳 爬山 完全没变 帅到不行 对于此类谣言 刘文正的一贯态度是 就算讲我离开人世了 我也不会出来澄清 多年前 媒体曾经报道费祥 与刘文正是恋人 船两人在美国同居 费祥接受采访时 坦言两人是很好的朋友 到今天仍有联络 更称刘文正过着快乐 安静的生活 状况非常好 带有撇清秃头肥度 离开人世等夸张传言 更称有一天 若刘文正想再面对 全世界华人观众 那是他的选择 52岁的乌启贤 曾从飞鹰唱片跳槽 Emi 与恩师刘文正因误会 产生嫌隙 甚至打上官司 但他之前在台北 TICC举办 启贤刘文正演唱会 同一年 在新加坡的演出 让刘文正非常满意 吴启贤曾透过有人 告诉刘文正演唱会的想法 刘文正不仅给予鼓励 还答应让他翻唱经典歌曲 提供不少照片 让他在演唱会使用 看来师徒早已破冰 恩怨都成了过去式 台语天后将会之前 突然宣布在办完祝福 寻回演唱会后 退出歌坛 刘文正得知这个消息后 夸江慧 这个决定做得好 退得漂亮 并终于曝光 自己当年选择 默默隐退的主要原因是 担心有天会忍不住想回来 才会选择不向粉丝道别 就此低调隐媒在人群 刘文正的前经纪人 夏玉顺证实 刘文正已于2022年11月离世 他表示 以前每个月都会跟他联络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他离世的两个月前 他提到 往年都会与刘文正在拉斯维加斯见面 最近一次见面是在刘文正离世前两个月 刘文正身体硬朗 偶尔还会去爬山 也没有什么病史 所以刘文正的过世令人措手不及 其实两周前就一度传出 刘文正与美国过世的消息 原外界都以为是误传 没想到却成了事实 而刘文正过世当日是他的生日 遗憾没能过完 71岁生日 一代巨星就此陨落 让人无限感伤 夏玉顺说 他2022年12月有一天睡不着 心里觉得不舒服 打电话给刘文正家人才知道他已离开的事情 最近在家里看到他的照片 很难过 很想念他 青蛙王子高凌峰曾在生前的一个采访中 很郑重地对主持人说 自己在演艺圈只佩服一个人 他就是刘文正 高凌峰说 除了日本的山口百会 很少有一个明星 敢于在最辉煌的时候 退出历史舞台 说走就走 毅然决然 并且绝不回头 正如罗大佑所说 刘文正有强烈的自恋感 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当他觉得环境不好的时候 他宁愿完全消失 作为歌迷和影迷来说 在关心刘文正身体是否健康的同时 多听他的歌 多看他的电影 就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